这一次的振灾物资除了马来西亚当地准备之外 也从上海和台湾各地运送到受灾的地区 在每一次过海关的时候都受到特别通融 除了减免关税之外 更有很多海关人员一听到这是振灾物品 他们二话不说都来协助搬运 更有志工是专程地搭着包机前往受灾区域服务 机票钱是平常的两到三倍 但是他们坚定一颗心不退却 远从马来西亚凌晨搭机回到台湾 只为了向正眼上人请示东海岸水患救灾方向 并分享在运送物资中的善因缘 我们就到那个机场的时候就跟他们分享 这个是我们师父送过来 那个海关也是很感动 大概要十万块马币 他讲这个免税 那么又跟我们一起搬了那个九百箱才回去 在水患重灾区吉兰丹有超过百分之九十的慈激人家里也受灾 因为目前道路不通其他区的慈激法卿从28号开始就包机驰援 即使机票费用是平常的三倍他们还是接力支援 早上凌晨五点从他们飞到我们吉兰丹来 那是唯一的交通 那飞到我们这边的六点 即刻就投入没有住宿 他们当天晚上又坐飞机回去了 而且这个每个人是我们马币六百多块 是他们自己支付的 从那一天到今天 每天这样的包机过来 再物资过来 透过视讯连线也将第一线最新的救灾进度及时回报 生长帮我们了解当地可以动员的灾民多少人 目前大概差不多800到1000人之间 这个里面有七成是马来人 其他是华人 这个是我们在马来西亚推动事业二十多年来 第一次有五六百位的马来人 来因为已公待正的关系来投入慈激的志工工作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马来西亚推动事业一个很大的突破 慈激人以诚与情付出 不只救灾更要目击人人的善念与虔诚 我们要如何以他 以诚成为一个交情 让他们知道 天地间世大不条 人间无常 让他们慢慢理解我们这样的团队 人间菩萨招生马来西亚慈激人不只要将爱铺满地 更要将佛法骗直人心 达新闻 陈信宇 邓明仪 花联报导